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隆基 不吃饭 不睡觉 一心要把事业搞 大唐王朝在唐玄宗的治理下 迅速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 是称开元盛世 创新业绩你我他 辉煌成就 靠大家 知道开元盛世有多辉煌吗 在大唐建国三百年间 没有一个时代能超越他 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王者荣耀 唐玄宗干出在唐朝堪称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辉煌业绩后 就变得有些膨胀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岗敬业了 一天到晚竟想着谈情说爱 做皇帝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咯 你听说过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吗 你是不是以为唐玄宗独宠杨贵妃一人 事实上唐玄宗与杨贵妃不过是半路夫妻 唐玄宗起初最宠爱的是武则天的侄孙女 武贵妃 你的酒窝没有酒 我却醉到不能走 唐玄宗有多宠爱武贵妃呢 他为了让武贵妃做皇后 没少跟大臣们打口水战 我的唾沫是用来赎钱的 不是用来跟你们讲道理的 说到这儿必须给你报个料 杨贵妃起初是武贵妃和唐玄宗的亲儿子的老婆 也就是唐玄宗的儿媳妇 竟然还有我不知道的八卦 如果不是武贵妃死得早 恐怕杨贵妃要一辈子做唐玄宗的儿媳妇 武贵妃死后 唐玄宗整天跟丢了魂似的闷闷不乐 虽然后宫美女如云 但她却都不感冒 感觉不会再爱了 就在这时 有个人悄悄告诉唐玄宗 她的儿媳妇不但有好看的皮囊 还有有趣的灵魂 唐玄宗心想 闲着一直闲着 不如见见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一见到杨贵妃 瞬间被电到 唐玄宗虽然看上了杨贵妃 但毕竟杨贵妃是她儿媳妇 她也不能不顾伦理道德 直接纳杨贵妃为妃啊 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破呢 唐玄宗想了一个 曲线救国的办法 她把死了多年的老妈搬出来 以为老妈祈福的名义 让杨贵妃出家做道士 这么做 其实等于让杨贵妃 跟过往的一切说拜拜 等过一段时间 唐玄宗再让杨贵妃还俗 然后呢 就能名正言顺的 将杨贵妃接入皇宫 只要思想不滑坡啊 办法总比困难多 果然 没过多久 唐玄宗便将杨贵妃 接入皇宫 并且封她为贵妃 这也是为啥 大家都叫她杨贵妃的原因 事实上 她的本名叫杨玉环 你是风儿 我是傻 残残绵绵 到天涯 唐玄宗是个宠妻狂魔 能把杨贵妃宠上天 为了让杨贵妃 能吃上南方的新鲜荔枝 唐玄宗不知道 雇了多少快递小哥 也不知道 跑死了多少匹马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快递 杨贵妃受宠 七大姑八大姨 也都跟着张光啊 就连她那个 整天不干人事的 唐哥杨国忠 后来都混成了宰相 又扶植人不必忙 背靠大树好成梁 杨国忠没啥爱好 就喜欢玩弄权柄 还把国家搞得是一团糟 更要命的是 他总想整死一个圆润的大胖子 结果导致大唐差点灭亡 杨国忠招惹的这个胖子 到底是谁呢 这个胖子为啥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呢 咱们下集再讲 历史知识点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杨贵妃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唐玄宗为啥不让她做皇后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 杨贵妃曾是唐玄宗的儿媳妇 这算得上是她的污点 二 就算唐玄宗提议让她做皇后 大臣们也不会同意 三 杨贵妃也没能力管理后宫啊 你让她唱歌跳舞还行 让她管理后宫 恐怕太难为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